徐春英接受对岸媒体的访谈有曝光 至少中国的媒体是说他希望两岸加速统一 他否认,他说他没有说这种话 那么徐春英到底对统一的态度是什么 会不会支持统一啊 他说我老百姓没想过这个问题 但如果到了那天,大家真的觉得要统一 那两千三百万人口当中大部分的民意是这样 那就是我的意思,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那你自己的想法呢 你会不会促成统一往加速 你当了委员之后,你就有影响力了嘛 你会往加速统一的方向走吗 你没有回答 人家问说,如果有人要伤害台湾的民主自由 会不会反对 你这是什么问题啊,我没听懂什么意思 于是主持人直接说了 你会赞成中国武力统一台湾吗 这个好像不是我百姓可以回答的 是更高层次的,是两岸领导人要考虑的 你想当立委耶 你如果当两岸婚姻交流的妈妈就算了 你要当立委耶 你站不站在中国武力统一台湾 你也没有办法回答 他最厉害就怎么样 他最厉害就呛民进党的官员 这呛完之后回去应该可以加分继工 国籍问题怎么样 两岸关系是外国关系吗 是国与国关系吗 那你宣布独立啊 你宣布独立我就放弃那边的国籍啊 我觉得主持人应该问他说 那你支不支持宣布独立 你支持吗 他一定有老百姓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阿川兄啊 这种人要出来做我们的立委耶 不分区立委耶 徐春莺到底是谁 有没有改过名字啦 哈 有改过名字没有啊 不然邝文哲 怎么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过 你是 我怕一个人 你跟他拖出他改名啊 他一定跟他拖在外邦 徐春莺是主办单位 徐春莺都没看过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在台湾 没人看过嘛 一个月前你没看过这个名字 这个人是横空出事的吗 匆匆降落 就要选立委 然后呢 说他是海选的 不是海选的 要不就自己漂流起来 哈 民众党你在轻名单 在旁边找到一个叫徐春莺 啊没人百里 就在台湾都在说白菜就对了 但是柯文哲 柯文哲 你不认识他 但是他在不分区名单 那就是有人塞名单给你嘛 有人塞名单给你 你只看到徐春莺 你没看过这个人 这才是柯文哲的心理话 柯文哲的心理话是说 这个人又不是我要的 就是有人塞给我的 就是有人跟我说就是这个人 我只好用了 不然我能怎样呢 所以他才会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叫这个人感觉没什么事塞 可是没法我一定要用他 好 所以他说什么 他说就让他试看看嘛 他自己去回答嘛 我们会安排他面对媒体嘛 然后面对媒体那天 陈志涵坐在下面督军嘛 你说那个当面 陈志涵一个在那里 那个场合里头 全部是中国籍配偶跟媒体 唯一一个坐在左边 第一个位置 黑底白裤的陈志涵啊 因为直播我有看 叫他问陈志涵说 你怎么会来 你说没有啦 我是来关心一下 你是来关心一下 陈志涵在那里督军啊 所以他讲的话 陈志涵从头到尾都知道啊 不然陈志涵怎么会坐在那里 好 那他让这个人去解释了 将近一两个礼拜以后 没有要放弃 柯文哲就没有放弃了 所以柯文哲才会在那场 大学演讲里头 听到徐初音整个人抓住 然后他抓住的时候 就说你们评论什么 因为他听到徐春莹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有人交名单给柯文哲 这个人一定要提名 你一定要提名到底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就是要提名 所以才会有徐春莹上媒体访问嘛 教德力来说徐春莹有什么本事 帮我去上媒体 好 可是徐春莹那一天的表现不及格 我判断啦 我们的这个老闆 老闆要派人来接管这个书业 派这个小狗来 因为大小小小子 大孙都没在家 拜就处理到这样 叫小狗牙一天来 小狗牙表现之后 我正看来不及格 你支不支持统一 你去问所有小粉红 支持统一有什么问题吗 嗯 你应该反对独立啊 我反对独立啊 你你支持不支持 如果台湾恥笑 台湾恥笑 武力都在镇压掉 你知不知此 小文文說知此 一定的嘛 可是徐蘇的你 他現在不要說比較有立委堂哲啊 好 那也可以 像騙道內的代表啊 那也可以 他要跟我們騙對不對 他要跟我們騙 他的心理素質要夠強 要違背他的意志 他過去所受的訓練 他要有辦法訓練到公北燦 不會頭前後不要頂打去嘛 可是他面對這幾個問題喔 他是支支吾吾喔 對 你如果要騙台灣人 你也可以說 我反對 反對無力犯台 因為我現在是台灣人 我現在是中華民國國民了 這個兩岸要維持和平 中國 我們這個大陸 祖國不要打台灣 這個兩岸維持和平 你可以這樣講 乾脆騙到底 他也沒有 所以他那個回答 好像想回答 又不想回答 台灣民主的 民主自由的社會 我說什麼都不會有事 可是我覺得徐初音 這一個廣播的表現還要再加油 阿強 看好 老闆 你們派這個小鼓子來 訓練又沒辦法 調回去 再訓練一下 否則這樣出來會頂打 實際你覺得他表現怎麼樣 我覺得他表現得滿不錯的 就是說通常一般人面對媒體 面對鏡頭 而且是長時間的專訪 其實多少會有一些緊張 但是他侃侃而談 嗆民進黨政府的時候 特別中氣十足 對 氣勢很足 嗆總統 副總統等等 內政部 然後陸委會 嗆得真是非常大聲 然後通常我們台灣人 對於這些問題都直覺反應 就是這有什麼好不能講 可見你看到他說 這不是我老百姓可以去回答的 對 所以徐春瑩他其實 什麼就是你不能回答的 民主自由的國家 相將什麼就想說 而且還說我喜歡台灣的自由民主 他前面那個問題 就是說他其實 仍然是站在中國的立場 所以你的中心思想 仍然是以中國為準 然後看台灣 所以你才會支支吾吾 才會好像有一點 我不能回答那種感覺 但是某種程度 我覺得他跟柯文哲 真的是絕配 就是說我覺得他們兩個 應該搭檔 他們應該組成柯徐配 為什麼 是因為他們沒有再回答問題 他們永遠迴避問題 所以他根本沒有回答問題 然後他跟柯文哲一樣 會把那個問題丟給別人 好像別人的問題 像柯文哲回答不了了對不對 開始丟問題 用問題回答問題 這誰問的 這誰問的 對 或者是丟給 賴清德你要講清楚 怎樣怎樣怎樣 蔡英文 你們去問蔡英文 去跟那個誰誰誰 張榮衛見過幾次面 好像變成別人的問題 徐春英也是 徐春英就 這個不是我老百姓回答 這是兩岸領導人 別人的問題 所以他跟柯文哲配不配 超絕配 那柯文哲的問題是怎樣 柯文哲 這個鐵了心要挺徐春英 他明知道徐春英這件事情 帶給他的是負擔 可是他又力挺 他氣不氣 我認為他是氣的 否則他不需要在面對學生的時候 提問徐春英的時候 他會暴怒 他暴怒到什麼程度 他拳頭是握起來的 他是握拳 後來才慢慢鬆掉 你就知道說 徐春英這件事情讓他覺得 怎麼會有這麼大麻煩 他一定很不高興 好但是不高興 他也沒有否認說 沒有啦 我沒有要提他 你不要再亂講 都沒否認 完全沒有 不敢講 力挺到底 所以你說益川講的 會不會真的有人交給他名單 有一股強大的力量 迫使他必須要挺徐春英 中國挺徐春英 你也挺徐春英 是不是你們兩邊就合起來了 共同來挺這個徐春英 否則他明明會傷害到你柯文哲 了不起的民調 你為什麼還要挺 更何況 今天還有一個網路聲量的統計 柯文哲的聲量永遠是高的 沒錯 最高 但是他的負聲量 在11月7號的時候 突然大飆高 負聲量 那個線是直接飆起來 11月7號發生什麼事 就是他在面對學生提問 徐春英問題 那個moment 是 對 那所以徐春英帶給你的 其實都是負聲量 帶給你的都是負能量 帶給你的都是民調下滑 可是你仍然挺到底 這件事情就真的是匪夷所思了 我也贊同柯徐沛 是 而且柯文如果有當選之後 習近平可以派遣他的特工人員 就是潛伏來台 然後發生像李克強一樣的事情 然後這樣的話 徐春英就變總統了 對不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就正式成為中華民國總統了 徐春英說 他說台灣如果宣布獨立 那我就放棄那邊的國籍 那因為現在不可能宣布台灣獨立 所以表示他的國籍還在 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 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份證 宣告我繼任總統 要求我這樣就恐怖了 對啊 和平統一了 所以柯文哲如果要當上總統 不能游泳 因為李克強據說是游泳的時候 發生意外 不能游泳 小心 柯文哲會選上之後 他說因個人生涯規劃 持續總統一職 那 對 出國由副總統繼任 我跟你講 柯徐配料 我們全台灣人民 真的要很認真保護柯文哲 不能再練他了 就希望他好好活著 你看看 這樣不用一槍一彈 台灣就統一了 對不對 又快又省錢 對不對 那又民主 對 他就選出來的 本來阿共想說 搞個不分區立委 做做應該就不錯了 對啊 沒想到你這個建議一步搭標 放大絕 要搞就搞大的 但是我必須要講 你說柯文哲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提名 徐春欣擔任這個不分區 我認為 我認為可能性格越大 越來越大 為什麼 因為台灣真的有一批人 很討厭民進黨 恨之入骨 他們就是一定的 誰能夠痛罵民進黨的人 這個人就是英雄 誰能夠下架民進黨 他們都支持誰 真的 我跟你講 今天如果 真的提名徐春欣的話 那批台灣那批深藍的 這個紅統派 會力挺他 我柯文哲我把他放在第七名 或第八名 因為本來是 本來過去不投柯文哲的人 你有概念 你找了一個文革訓練 十年的文革的侯衛兵女戰士 到立法院狠狠地修理 民進黨的這些官員 我們看得爽啊 國民黨沒用啊 國民黨都病貓啊 找一個有戰鬥力的 對 深藍的就是覺得 國民黨沒用 對 沒用啊 就像很多深藍的人 他們說什麼 我們已經不指望 總統大選了 怎麼頭一定都是民進黨 因為年輕人不喜歡國民黨嘛 因為國民黨支持者都老化了嘛 他們都說 那怎麼樣下架民進黨 靠解放軍 解放軍來 直接把民進黨推翻掉 才能夠徹底的解放 我們才能夠翻身 他們真的這樣想喔 就是他們說 我們的軍工這樣年輕 都是被這個蔡英文 跟我們這個減少的 要怎麼恢復 就是民進黨下架 怎麼下架 解放軍來 下來之後 我們就恢復我們以前的福利 這種我們覺得 不可思議的想法 在那些藍營的群組裡面 是這樣在傳的喔 我們覺得不可思議 可是的確 你不要小看 康文哲現在看到是什麼 根據政大選言中心做的民調 希望儘快統一的占1.6% 逐漸走向統一的是5.8% 加起來7.4% 我算了一下 如果以2020年的總統大選 有投票權的人是1,931萬 百分之7.4是多少 142萬 如果這些人全部都挺克文哲 體恤聲音 他再多五席不分區 這次的市場 也都變成了 是5月30分的 最高的市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